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联合制播的网路视讯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去更深刻的了解到 在一些这种所谓的争议性事件 冲突性事件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法规 制度甚至是一些文化的问题 我相信臺灣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吃海鲜 特別是臺灣是一个市面环海的国家 那在很多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好吃又很棒的这种所谓海鲜大餐 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大体上来讲会感受到或是比较在意的是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这个这样的一个食物价格合不合理 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背后的整个的生产过程 或是这个海鲜的背后的这些所谓的捕捞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不是太在意我们大概只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消费者 可是不会去关注到说这个消费的背后 这个所谓的产品的背后 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些现象跟问题 那这其实也是马克思在谈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商品化 所谓商品拜物教的时候 对对于社会大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们不要只有看到商品的本身 也要去关注在这个商品背后充满的各式各样的一个生产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可能也存在的一个抗争的问题 那在今年五月台湾的这个渔船 这个扶生十一号 因为涉及到多项的这个所谓违规的事件 那曾经被南非扣押 被南非政府扣押 那在在这个几个几个礼拜之前 这个环境政业基金会其实也去约访了 在这艘渔船上面的一些渔工 他们就发现这些渔船恐怕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非法捕捞 或者是会涉及到这个有关于 渔工权益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副秘书长 施逸祥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话题 逸祥你好 主持人你好 然后各位灿烂时光 回客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根本请逸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扶生十一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扶生十一号 基本上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国际丑闻 因为ILO有一个很新的一个公约 叫做188号鱼捞作业的公约 那这个公约基本上是在保障 所有在这些渔船上的工作者 劳动者的那个基本的一个权益 那虽然台湾政府并没有批准 或加入这个公约 但是因为南非政府 他们是少数有批准这个公约的国家 所以当扶生十一号在南非的这个 开普通港靠岸的时候 就被南非的那个港口的安检员 跟这个ILO公约的这个负责人 就是去上船跟台湾检查 就发现这艘船基本上 违反了多项公约的这个规定 所以这个是ILO188号公约生效之后 第一艘扣留的渔船就是台湾的福生十一号 所以在这个福生十一号的时候 其实他后来回来嘛 但是其实我们的渔业署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个福生十一号 当时是因为船体倾斜 南非政府考量有航行安全的疑虑 所以才会扣留 那对于里头谈到所谓的未限级 未在限期内去进行申雇外籍船员的这些成绩 他已经开罚了三十万 那是不是有涉及到所谓的非法人口的贩运 那渔公的劳动条件部件 或是所谓非法捕捞的问题 其实还要再调查 这个有调查结果出来的吗 OK 其实渔业署当那个事发 当时渔业署第一时间是否认的 他否认这艘船有渔公被虐待的事情 那但是经过很多民间团体 还有国外的那些媒体的那个报导 其实B10渔业署他们已经非常破天荒的 他们自己派了自己的人到印尼去访问 曾经在这船上工作的渔公 那也有一个调查报告 他们调查报告其实正式的承认 上面的渔公是有受到虐待 甚至有被船长 或者是其他飞机的那个船员干部欧打 然后船上的那个环境非常的差 然后卫生条件不足 甚至一些就是安全维生的设备也都不足 那所以渔业署的报告里面正式说 福建11号这艘船是涉及严重的 这个人口贩运防治法的相关规范 所以已经已经请这个检查机关 去做相关的这个调查 那也包括其实有一个国际的人权主持 叫做环境正义基金会他们也去做了调查 然后他们调查的那个船员直接说 福建11号这艘船向地狱 其实向地狱 其实船员他们曾经有把船上的那个情况 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公布出来 那其实如果你看的话 其实有点像好莱坞电影那种 那个一艘船在海洋上面临那个巨大的风浪的情况 那那些那些鱼工他们就是在安全维护很少的情况上 每个人都只有一件救生衣 然后很多的设备都是不足的 然后他们就是长时间工作 甚至每日最长工作时间可以高达二十二小时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他们工作二十二小时 二十二小时 二十二小时 对然后有薪资苛扣的问题等等的 所以那些鱼工其实都心有余悸 然后他们到他们还愿不愿意回来台湾的预船上工作 都会是一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工作二十二小时 还遭到殴打 然后这个卫生条件或者是安全的条件 例如说刚刚谈到 在那个大风大浪的状况底下 只有一件救生衣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一开始鱼业署是不知道 或者他只是直接否认 我想鱼业署他作为一个 鱼业资源管理的一个主管机关 那他也管理很多那个非法鱼捞的工作 那但到鱼业署他到底对于 在船上工作的这些外籍鱼工的 基本人权保障到底有没有相关的人权意识 我们是抱持着一个高度怀疑的一个状况 那我相信鱼业署他们应该知道这样子的情况 那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就选择 就是这个默示这些非本国籍的这些 可以说近乎是奴工的这些 这些外籍鱼工的很多的人权保障 那这个根本的问题其实在就是 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谈一点就是 制度上我们会认为说 目前的一些法律包括圆阳余约条例 其实都把这些移工视为 渔业资源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我们会认为说 因为保障不足 所以恐怕我们的政府机关 还有很多的这些业者或船东 恐怕是没有把移工当作人来对待 从很多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所以福生十一号这个事情 其实刚刚谈到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丑闻 就是我们在号称自己是一个民主 是一个人权的国家 但是对于这些外国朋友 特别来帮台湾来工作辛苦的工作 甚至提供我们非常好吃的 这些海鲜的朋友 事实上是这样子对待 但是福生十一号是一个个案 是一个特例 还是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想其实大家如果印象有 有记忆的话其实更再把时间往前拉一点 也是屏东的一艘船叫做福士群号 那这一艘船呢 上面有一些有印尼的境外屏股的渔工 那其中有一位移工叫做Sibriando 他是印尼籍的这个移工 那他在船上呢其实在船上病死 对 那他的其他的朋友 也有把他申请的一些影像记录下来 其实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他本来在印尼是开公车司机的 但是因为印尼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差 所以他宁愿冒险到 他不熟悉的渔业的这个工作场所 以及到一个他陌生的台湾这个国家来工作 但他因为在海上适应不良 所以他的工作表现当然比较差 那所以船长就是常常经过他 他就会打他头 那甚至他的朋友就会说 船长会拿鱼钩打他头 所以他身上有非常多的伤 那他最后其实是感染而死的 那甚至他也说其他的国家干部 也会在船长的支持下 虐待他攻击他 那他其实生前的最后的一个愿望 其实非常的卑微 也很令人心酸 就是说他只想要在死前回到他的家乡 看到他的家人最后一面 那但是他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然后甚至非常糟糕的是 这个命案 我们的屏東地检署的这个检察官 竟然一开始是把他做欠结 就是结案 那经过很多的团体的揭露 监察院也做了调查报告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还就是冲击调查 那这个案子跟福生11号 那其实还有非常多 很多的那个台湾渔船 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最近还听说 有这个渔工呢 被那个钢筋刺伤的这个案子 那到底是怎么样都还在调查当中 这其实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他的确是发生了个案 但是这个案看起来不是一件两件 这么少数 所以他越多或者他反映出一定的数量 就反映出这个行业里面 是存在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可是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看 我们知道在渔船里面 事实上他在外面要掺风露宿 然后本身的工作都存在非常多的风险 然后就一群人关在这个小小的渔船 那也许渔船稍微大一点 沿洋船稍微大一点 可是他其实每天都在一起 然后他有很多的内部的这种所谓的权利的关系 有非常多的那种可能彼此看不爽 不管是可能不见是雇主跟劳工之间 劳工之间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摩擦 因为那个相对下是一个方法封闭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一方面他在心理上面的一个需求 或是一些问题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说 这超船已经跑到海外去了 事情发生了 被虐待了 如果所有东西都隐匿起来的话 其实也不会有人知道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政府如果想要去做一些规范 或是要对这些所谓的 鱼工的一些保护做得到吗 我想 其实我们都知道政府 其实一直想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其实现在渔业资源的不断的枯竭 对 然后国际油价的浮动 那也包括就是像欧盟现在也一直的在给台湾政府压力 因为台湾的渔船在世界的海上 其实常常发生很多非法的或者是不受规范的 或者是没有回报的这样子的所谓的IUU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对台湾寄出黄牌的警告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台湾再不做改善的话 你的这些 这些渔货呢 你很难销到欧洲的市场去贩卖 那这对台湾的这个渔业的经济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所以其实台湾政府现在已经 除了修法之外 他们也 就是在很多的船上去设置所谓的VMS 就是那种即时的 通报的那个系统 也就是说 当这个渔船呢 他到了一个不能捕捞的这个区域去捕鱼的话 台湾的政府是会马上警告那个船 船主就是要赶快改善这种情况 那至于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 如何避免这个船上 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互动 发生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们会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比较看不到 有一个具体的可以改善的一些政策或方向 比如说 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们怎么申诉 对 OK 那 那个是一个非常当下的紧张关系 当下的紧张关系 对 然后 船上可能有卫星 卫星电话 但卫星电话是谁掌握的 船长 对 那 如果发生事情的话 其实这些渔工他们只能在靠岸的时候 去跟当地的这个主管机关去审报 比方福生十一号 就是因为福生十一号的渔工 在南非的时候跟南非的政府去反映 那或者是说他如果可以打电话 可以打195 OK 195转来转去 其实还是会回到逾越数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目前为止到底有什么样的有效方法 我们还是看不到 不过至少在法律上面 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规范 因为刚刚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这个法律的问题 不过在谈法律的同时 其实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也有一些渔民 觉得他们自己生存 面临到很大的这种困境 所以他希望能够放宽这个法律 可是当放宽法律的时候 会不会跟劳工的权力产生冲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段影片 在高分队的汽笛声中 来到农委会前抗议的渔民 不断撒名纸 抗议农委会逼他们活不下去 他们不满渔船进港 有一大堆监视器拍摄 简直把他们当成贼 而远洋逾越三把重罚 根本在抢渔民的钱 渔民批评申报手续繁复 连渔工管理也处处受限于劳基法 抗议代表質问政府 捕鱼要怎么一令一休规定工时呢 抗议代表把陈情书交给渔月署官员 他充分的说明 然后也让他提出他对他有利的条件 我们再来看 台湾三年前被欧盟列入非法渔月IUU黄牌警告名单 渔月署修订远洋渔月三法严惩违法行为 外籍渔工人权保障联盟也发出新闻稿 支持这样的方向 呼吁法令绝不可松绑 为不效业者大开后门 否则黄牌恐怕变成红牌 到灿烂时光会客是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臺灣人权促进会的副秘书长施易祥 易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易祥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其实看到的渔民朋友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其实在臺灣你会发现 在一方面这渔民要去捕捞 本身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再加上臺灣的国际地位 再加上其实在渔船的打捞过程 会有风险 这个风险可能 你可能不小心就跨越了别人的海域 或是别人的这个渔船 会跑来跟我们竞争海域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所谓的遇到所谓的海盗吧 都可能会到各式各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法律 这个远洋渔业三法 还是这么严格的话 那对我的生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如果你还要让这个渔工的权益这么好 那我的成本 对不对 我的获利跟我的成本一扣 我可能赚得很少 甚至我就很难生存了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冲突 OK 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看 这一次渔民北上抗争的 那个几个诉求 当然 渔工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权益的这个诉求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 但是这一次渔民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这个 渔月署因为 为了要因应这个黄牌的 欧盟黄牌的压力 所以他透过修法 然后以及加强这个管制的这个 这个罚还 那让那个很多渔民都苦不堪言 所以这一次这个渔民他们几个诉求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 比如说有一些渔工他们逃跑了 结果现在的规定是说 只要有渔工逃跑 这些传东传主 六个月内都不能雇佣外籍渔工 那这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他们因为 就是说VMS的这个 即时的监测呢 坏掉了 那他们要在一个月内 回到台湾来维修 那如果他们 如果没有在实际内回修也会被罚款 那以及如果他们罚款不缴的话呢 他们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要去申请这个 工作的这个证件呢 也不能够去申请 那林林总总呢 其实这次渔民的愤怒 其实是来自于就是说 一些违法的这些业者呢 他们因为高额的罚金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网开一面 那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 就是说这些违法的这些渔船呢 如果他们在违法情况下 可是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这个渔货 他们可能一次可以赚两三百万 但是他们被罚顶多就是到一百或一百五十万 所以到底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因为高额的罚金而无法生存呢 还是是因为他们想要 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施压来 让他们的这个 就是说被国际谴责的这种非法捕捞 或者是虐待愚公的这个情况 就是不受法律的管制 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去讨论 但我觉得基本上既然我们的政府都希望 透过这个这个执法来让 不管是渔业资源能够再获得永续的发展 或者是说这些渔工可以获得相关人权保障 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基本上都可以接受 再加上其实呢 有被开罚这些渔船呢 大概就是一百多艘船 然后有一些船是被重复开罚的 但是根据渔业署的这个信用稿 其实只有8%的这个渔船 是受到就是说有被处罚过 那其实换句话说 开罚到处罚只有8% 只有8%的这些渔船 就是说 就是台湾有非常多的渔船 那这些渔船里面只有8%的渔船 他们是愿意呢就是接受法律 就是就是遵守那个法律的规范 然后也愿意配合政府的很多的一些措施 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到底这一次的渔民的北上抗争 站不站得住脚 这个其实都还有待仔细的检验 不过除了这个所谓的开罚这件事情之外 其实还有两个可能也是长期来 一直被关注跟讨论 一次是所谓的渔工的薪资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适用的法律 到底应该是什么 在这个薪资部分 事实上在2017年修法的时候 其实上是调高薪资 如果没有记住是每个月三百美元 一直调高到四百五 但是这些渔民就會说 日本才三百五 那而且人权团体应该是你们 所以还要提高到六百 那这个会不会破坏行情 那会不会是一个太过于保障了 而事实上让他们在 因为他也算是渔民 但是他也是一个资方 那他们在成本上面提高得非常高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到底他应该适用什么法 是牢基法呢 还是就业服务法 或是什么样的法律 是对于所谓的渔民是有好处的 或是什么样法律 对于渔工是有保障的 是这个问题有一点要先说明的就是说 让各位观众知道就是在渔船上工作的 尤其是在台湾渔船上工作的 这些外籍渔工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就业服务法引进的 这些境内雇用的渔工 他们比较多是在近海作业 那这些境内渔工 suppose他们应该是要适用老基法 所以说他们基本工资应该就是 比如说现在已经到23k了 所以那他们就应该领23k的钱 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领到 那这是一回事 那另外有一群就是他们在国外聘估 然后在国外上船 然后在海上作业之后 他们都不会进到台湾的陆地 就在另外一个国外下船 那这所谓的境外的渔工 那他们是完全不受老基法保障 他们都是跟某国的仲介 跟国内的仲介来签约 那所以在没有修法之前 他们的基本薪资是非常的低的 那现在因为黄牌的压力 所以现在有一个境外雇用 非我国籍船员的许可跟管理的办法 要求至少要每个月450的美金 而且是这450美金 是要实实在在的进到渔工的户头 意思就是说仲介跟船主你不能够 就是实力嘛 实力对 那但是其实监察院曾经有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斯比安斗案的那个报告 那个非常的惊人 就是说 斯比安斗案它其实是在 没有修法之前 它的基本薪资是350美金 但是你会看到那个薪资单上面 它会被扣保证金 那保证金就是说比如说怕移工逃跑 或者是什么的 那就是扣线扣100 然后再来会有一些不明的扣款等等的 然后甚至 愚公他们买什么设备 救生设备也要自己付 然后他们如果工作压力大 想抽烟喝酒 也都要自己付钱 那你会看到像福智群号的那个 的那些工人 有一个最低的就是一个月只领到五十美金 五十美金 五十美金 对那 所以换算成台币是一千五百块左右 是那对那像 斯比安斗它过世之后呢 最后结算 它的它的妹妹是 真正收到的那个钱 台币才四万多块 这是境外 境外的 境外的 那所以就是 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 四百五十美金的规定 但是我们会认为现在实务上 这些乙公到底有没有领到 这四百五十美金 看来都是一个 的一个问号 那我们也长期要求 漁业署要去 去彻底的调查实施矿是什么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统计资料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是属于境内乙公 他全部都会符合牢记法 应该要符合牢记法 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 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 其实 应该是劳动部要积极的去做劳动检查 然后去调查集中 但是 劳动部其实他对这种渔船 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他每次去调查 都要透过渔月署的协助 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 那个劳减的密度是不高的 那以及呢 就是说被调查的这些 渔工他们是有被教育过的呢 还是他们真的讲实况 那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不过依照这样的一个 刚刚讲的是 所谓的境外渔工 如果日本真的是给三百五 其实我很难想象 三百五大概就是一千 这个一万台币左右 所以整个渔工 整个国际市场的行情 都是这么低 那如果是这么低 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避免 这样一个不合理的 这种所谓的状况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剥削的情况嘛 所以境外渔工 是有可能有机会 是纳入到牢基法保障的吗 我们当然希望 那其实在前面 其实刚刚主持人 有谈到就是说 怎么样避免海上的 那个一些意外 或者是暴力事情发生 那我们觉得 唯有每个人都被尊重 然后他不会在一种危险的 然后超时工作的情况下 工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长期的工作 他的精神状况 是会非常糟糕 甚至他有可能会 去采取一些 你无法预期的一些 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那过去也曾发生过 很多的一些印尼的愚工 他们因为不满 这个工作条件非常的差 所以暴行犯上就是 杀害了台湾籍的渔船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这些渔业的业者 他虽然把移工的薪资压得很低 然后他从中赚取的高额的利润 那但是这也意味着 你在海上工作的风险大大的提高 那你会让你的鱼工 暴露在危险的情况下 那你船主 你真的可以控制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 那其实唯有 每个人都获得尊重 然后在一个 有尊严的工作条件下去工作呢 我想那个才是 让这个很多的风险降低的一个好的方式 那其实这些移工他们冒险去工作 其实他们的期待 我想都是非常的单纯 就是他们希望他们自己的家人过得很好 他自己也可以 就是说获得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把他们纳入劳基法 不就是可以相对之下 会有比较高的保障吗 在纳入劳基法会有什么样困难吗 OK 现在最大困难其实就是 劳动部他完全不愿意去承接这些 这一批境外评估的鱼工 他认为这个就是漁业署的事情 那漁业署他现在 但是他是跟本国籍的船是有雇佣关系的 为什么只是一个漁业署的事呢 是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漁业署在上一次行政院的跨部会会 其实已经发出了一个求救就是 希望行政院可以出面来协调跨部会 因为在这个议题里面 会涉及漁业的管理 会涉及劳工 会涉及医疗 所以衛福部可能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可能交通部可能也要进来 就是一起跨部会来协调这件事情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政府现在还不敢真的完全的 让这些境外渔工收到的激发保障 那其实官方他脸到底有多少境外渔工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掌握 鱼业署自己掌握大概是一万九千多人 但是根据那个印尼的一些民间组织的调查 可能恐怕有四万人以上 那这四万人他们的基本公司如果都调涨的话 那恐怕这个这些这些业者 他们能不能够负担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我想任何的工作 他都不需要成本 就算你要去远洋的捕捞 或者是做一个老板 本来就是要负担成本 而这个成本不是一个单纯的 在于所谓的你的经济的部分 还包括这些权益 老公的权益也都是你的成本 虽然台湾是一个所谓的人权的立国的国家 但是这人权应该是普遍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可是因为发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角落 特别是在遥远的远洋 帮我们捕捞的这些外籍的渔工 事实上他们人权依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那连基本的劳动保障恐怕都没有 这是我们这个政府必须要去思考 跟反省的地方 非常谢谢易祥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在你跟讨论相关的议题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泪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